欢迎们大家好,我是小新,咱们的君子来上剑开花了 今天的话又发现好几颗上剑了,像这个大做码的 它是一个属于花脸合胜的品种 看这个大花的大桌机,然后咱们同样是青包上剑了 蹭蹭蹭往上找,这一款也是 看看这个花剑 目前来说的话,找不到说理的地方 因为你同样一个养护环境的话,小新的这个大花油 目前来说的话,还没有看到花剑 还没有看到花剑 这个大花油的话,暂时的话还没有发现花剑 还有一颗,这颗的话是咱们的济世油 这个花剑暂时没到这里的话,没有古包 没有古包,但是 应该也快了,应该也快了,快来花剑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钢城,钢城这个大剑杆已经上来了 这个花剑的这个大剑杆的话已经穿上来了 然后应该会再继续穿到这么高 然后这颗都是个大桥,大桥的话点上粉了 小新点上粉了,而且 它这个刚开花的话,它又来了一杆剑 又来了一杆剑的话 有好多话说,哎呀,这不是夹剑了吗 花什么,夹不住啊,夹不住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因为这花的年龄够大 养分不缺,剑杆壮啊 然后再调整一些温差的话 花剑的话夹住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小 我们耐心等待就好了啊 然后看一下这个,这个也是一颗大花油啊 一个青包,青包的话这两天的话露出来了 然后这颗啊,这颗大家是个济油 然后看一下这个花包,这个花包的话 就是当时的话,可能看这个地方 为什么买它呢,就是当时有几朵的话 是夹在里面了啊 但是这个尖杆的话 通过枣温差 然后通过换土 通过大水去养护的话 这个尖杆的话最终也成功上岸 然后看这颗啊,这颗花的话 这个大花包,大青包,青包的话 也相当相当的漂亮的 然后这边的话是有两颗油桥 我这颗油桥的话 花眼们,我头两天看啊 看到稍微略微有一点点看 有一点点个别花包的话夹住了 但是今天我发现它也在非常迅猛的往上走啊 主打一个夹不住啊 这个大铁北的话 目前的话花剑还没有看到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周边的话 上芽子的话去吸收它这个营养 所以它花剑可能会来的会慢一点啊 然后我看一下这颗啊 看一下这个油酱啊 这个油酱也来花剑了啊 来花剑了,完全夹不住 这个是一个剂油 这是一个剂油 这个剂油目前的话没有看到花剑 大槽的话是两杆花剑大青包 看一眼啊 这是一杆花剑啊 然后这个芽子的话 芽子也是一杆花剑啊 大青包撑撑在往上走 然后扎枪头技巧 花包的话也在撑撑撑撑往上找 我的这个每年都夹剑的一个黄油酱的话 今年也上剑了啊 剑杆的话已经出头了 虽然说是有几顿夹子的 但是同样没有夹住它 然后包括这边的话 陆续的话也有很多花开始上剑了啊 油桥的话应该鼓的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啊 这个地方的话给你测试看 看就是你判断花夹不起来 那个上不上剑的话 这个地方非常饱满了啊 这个花剑应该是快的啊 这是一个大祭司啊 大祭司 哟 那花剑上了啊 包括前几天的话 最开始上剑的一个油桥 已经开花了啊 君子兰正常花色橘红色 还有呢 我这颗莲花做鸡啊 这个莲花做鸡的话 也已经剑杆露头了 该点粉的话 就可以提早点粉提早上剑 然后今天开下一花区的话 数量不是很多 但是 黄花啊 黄百合花 这颗大黄花 花剑已经上来了 这个啊 青包刚刚刚刚刚露头 过两天的话 咱就可以看到黄花的 然后里边的这个锤笑 也上剑了啊 里边的那个 这花包在这里的 锤笑也上剑了 宽短的黄花的话 这边也上了两颗 宽短的黄花 这是宽短的黄花的小苗 宽短的黄花的话 也上剑了两颗 过几天的话 这个就开花了